出家 悉达多太子的出家 是一个最大胆的行动 议论者飞难悉达多 离弃家园的态度 有些人形容她是 炮妻气小 然而 假使她不悄悄地离开 而以眷戀的心情 举行一次正式的别离会 无疑地 他们会苦求她 改变她的坚强的出家意志 这样 这一幕将会变成蝎丝抵离 同时将十分可能地 导致正泛王所属的国家 陷于混乱状态 也因为这样 悉达多太子 不敢稳布父皇和妻子 有关她出家的计划 以免他们说服她 不要放弃她 適达多年轻的时代 是一位血气方刚 而年轻有违的人 为了寻求真理 不得不放弃世间的诱惑 当她最后离开皇宫的一幕 她注视了她安然熟睡的娇妻 和她初生的婴儿 她那份拒绝留下来的冲动 必然带给她最后的挣扎 在当时的印度 固然认为 出家是一件很高尚的举动 一个人能够放弃家庭 和倦爱的人生 去做一个苦行者 或者隐居者 从各种角度看 乔潭摩 像是大胆而快速地 达到她的计划 她出家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自我解脱 而是为了解决 人类的苦难 对她来说 所有的人类 都是同一个家属 乔潭摩太子 早年离弃家国 是一个最大胆的步骤 但是竟然发生了 为了觉悟的达成 分离是最主要的因素 各五的达成 要透过放下外缘 人类大部分的痛苦 是由于执着所有 我们愤怒 烦忧 贪得无厌 和怨天尤人 所有的不愉快 紧张 惯顾 和悲伤 都是来自于放不下 假如你有任何困难 和烦恼 正确地审查一番 你会发现 主要的原因 就是放不下 假使 乔潭摩太子 贪恋爱执于妻子 皇位 和世间享受 他永远不会发现 医疗人类痛苦的良方 所以他牺牲了一切 包括了世间的荣华富贵 为了更自由地 没有了干扰 集中心力 这样才能有益于人类的幸福 在年轻的太子眼里面 整个世界为贪 真 欲念 燃烧着 还有很多其他污蔽的心理 燃点着我们欲念的火焰 他看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 包括他的妻儿 为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失调而受苦 因此他决心放弃了一切 他偽然地去寻求一个 拔除所有人类痛苦的方法 这里有大家所熟悉的一首诗 说明佛陀放弃一切的情形 首诗是这样的 他不是厌恨甜蜜的鞋 他不是厌恨甜蜜的鞋 最令他心震煎的事 他不是怜爱他们小蛇儿 而是为了他爱佛道更多一蛇儿 终于他突然放弃了所有的一切